华山基金会着西爱新天使站在地服务已经11年 而服务累计超过了百位长者 为了感谢一路支持的善心人士还有义工 17号在着青文化健康站举办了建站11周年的感恩茶会 让长辈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华山基金会着西爱新天使站在地服务已经11年了 服务累计超过百位的长者 为了感谢一路支持的善心人士及义工 17号在着青文化健康站举办建站11周年感恩茶会 让长辈感受到社会温暖 很感谢就是要感谢义工还有我们的一些在地乡亲的一些支持 那我们今天是在着青活动中心办理着西的一个 爱新天使站的建站11周年的感恩茶会 活动开始特别邀请桌漆文化健康站的照辅员与长辈同乐 桌漆卫生所护理师利林宣导 烟酒槟榔味教健康宣导的优将诊打 一个影片 对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影片也传出去给更多人 就是注意到我们桌漆像的一个 一个共苦的一个环境这样子 华山卓西站建站11周年庆 在地善事遇离广盛堂其送爱 捐赠50盒爱新餐盒 期盼能够借此来呼吁各界加入爱老行列 造福偏乡古老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